所以我們有的時候回家 你知道我已經忙完小組 然後回家都已經十一點了 好不容易有一點點自己的時間 再加上白天一直處理人的事情 可能都沒有辦法 按時的吃早午晚餐 甚至有的時候晚上 可能晚餐都沒吃 回家肚子很餓 然後回到家裡那麼晚 到底吃什麼 就開始找餅乾 然後就開始找蛋糕 然後有甜的 你知道吃甜的會安撫情緒 想說白天那麼的情緒波折 日子太苦了 我一定要吃點甜 來安慰我們的心 然後就趕快吃一吃 然後想到隔天早上 又五點多要起來 所以就趕快拼命的吃一次 塞一塞 塞一塞之後就趕快去洗澡 然後就去睡覺 OK 其實這樣滿危險的 那你還可以維持這麼好 身材不容易 我覺得不是 身材還滿好的 身材的問題 是真的身體會不舒服 我發現有一段時間 我大概睡著之後 一兩個小時我會自動醒來 為什麼會醒來 因為我都覺得 我的腹不舒服 然後你知道有一種濁熱感 是從下面一直燒到我的喉嚨 完全理解 然後有的時候不舒服 到你的呼吸都有一點不舒服 我都覺得我可能得絕症了 你應該是胃食到那裡 可是我當時 因為我也得過 以前在做這個汽車的時候 什麼胃潰瘍什麼都有 對 我在那時候 都沒有想到 不能習慣 就是你們都是過來人 可是你知道當那個很不舒服 都在濁熱 都在燒的時候 我有一段時間就覺得 我的壽命可能不太長了 所以我也要找一個出口 我就跟我的朋友分享說 我好像身體壞掉了 然後我可能活不久 我還講那麼負面的話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不要那麼難過 你聽起來就像 胃食道逆流 你是不是找一個 胃食道逆流的醫生 看一看就好了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我果然就是胃食道逆流 OK 可是胃食道逆流 不是吃藥就好 那個也要很注重平時的保養 所以我朋友也說 他有跟醫生的經驗 對 要改變飲食習慣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推薦 我吃一種益神菌 我今天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跟我說這個叫做 5G 5G 益神菌 所以我們通常就想說 電信升級到5G會很快 可是益神菌也有5G 5G是因為它裡面 有五種特別的護衛菌 然後是有它特別成分的益神菌 所以他吃了之後 不但對我們的消化系統有幫助 對我們的整個生理機能 都有幫助 這麼厲害 對 所以我其實很快 我大概吃了幾天之後 我就覺得效果非常的明顯 我晚上半夜再醒來的症狀 已經沒有了 我已經可以一覺睡到天亮了 然後無論從消化機能 然後腸胃的腹脹 脹脹的 那種感覺都已經消失了 OK 問一下營養師 現在胃食道逆流的人 好像很多 對 非常多 我去年出了一本書 出版社就跟我講說 他說他要出胃食道逆流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們其實調查 就是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跟台灣 就是每四個人 就有一個人胃食道逆流 我有 我有 我看都不只 大家都是 對 所以 就是跟胃胃 也有個關係 對 所以就會變成 胃食道逆流 會跟我們的壓力很有關係 那大家現在工作不掉 你看每個人都是忙忙忙 對 就大家聽完都知道 記者 各方面大家都很忙 所以當很忙 我們身體的狀況就會撐不過去 就很容易發生胃食道逆流 好 那再來 接下來就是大家一忙一累 回到家就想要犒賞自己 所以剛才雨妮就說了 就會覺得生活這麼苦 我們要吃點甜的 報復性宵夜 對 然後要吃宵夜 吃甜點 然後又很 因為第二天要很早起床 又要趕快睡覺 所以就會 就是胃食道逆流 一個最主要的一個 發生的狀態 那當然現在就是說 胃食道逆流就是說 除了有些是藥物治療 還有保養 那有人會挑選 就是益生菌去做一個 就是專門針對胃的一個益生菌 那就跟大家分享 譬如說像胃的益生菌裡頭 有一些有專利的 例如像是這個MH68 約是乳感菌 或者是AP32 唾液乳感菌 那這些其實都跟我們消化到的 健康的益生菌 都會有相關 聽說益生菌會很容易受到破壞 對 沒錯 就是說其實我們希望能夠 益生菌進入我們的體內 需要能夠就是真的發揮它的功效 那第一個就要經過 能夠胃酸的一個考驗 那再來就是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就是我們以前 都會覺得益生菌 一定要放在冰箱裡頭 才會叫做說 這個菌是比較好的 但是其實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科技的關係 所以其實像有一個專利多層包買 它就會把菌給包起來 那你就想像 因為它包起來以後 它在這個室溫之下 譬如說有太陽 或是水分 濕度 就不會影響到它 所以相對它就非常的穩定 那在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通過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消化道裡頭 需要能夠發揮它的功能 那接下來如果說像我們在選擇 有動筋乾燥的時候 它就可以保持它的這個活性 能夠好順利的達到 我們身體的需求 相對就是說要選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這些的選擇的細節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說除了益生菌 就是這個菌之外 也要提醒大家生活裡頭蔬菜水果 這些都很重要 那像有些叫做這個益生菌 就是好菌要吃的食物 你要記得就是把它帶進去這樣子 那還有一種叫做後生菌 就是說我可以讓這個菌怎麼樣 整個環境裡頭越來越好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說 在胃食道逆流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一些的保養的方法 這樣子 OK 益生菌其實是滿好的保養品 雨妮妳都什麼時候吃呢 早晚吃 早晚 而且大家要記得要配涼水 然後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早上晚上出門前回家後 然後我覺得像這種獨立的小包裝 也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真的要很晚回家 你就放在包包裡 然後外出的時候 反正搭配涼水這樣吃就好了 然後我自己真的覺得 當我的消化是正常了之後 我覺得人的氣色都變好了 真的 精神都變好了 肚子沒有脹脹的時候 整個人都已經神清洗氣爽了 裡面好 心情就好 感覺一切都會變得越來越好